李洛大夫 姐夫 姐夫 您真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他什么后福 真是给我缓了个空 让我 让我交代后事 说的什么话 来 快坐下 来 坐 坐 姐夫啊 三位在婚事 人家还等着回信呢 您看 可能就这么地吧 想找个条件这么好的做 当家妇人 怕是也不好找了 趁我还能做主的时候 把这 把这心事了了 好好好 办个喜事啊 正好 匆匆喜 那您就去给人回个话 就说国家同意了 好好好 人家早就等着您同意呢 财力都备好了 马上就到 你说这大夫病了 谁可以看呢 谢谢大嫂 我没事 就是有些风寒 这谁家又在办喜事啊 就是 他大嫂 孙阿娘 他大嫂 你知道吗 三门叫成亲呢 你跟谁成亲啊 是外镇的一个大户 你搞错了吧 怎么会是三妹呢 那彩礼都抬到国家门口了 怎么会搞错了呢 那场面哪敲一个风光 看来啊 这位国家知识找着大户了 里边请 里边请 好 辛苦啊 这是给国家送来的彩礼 一共十五弹 物品三百六十五件 请郭老先生过目插收 辛苦你了 这是我们分内的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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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去插收一下 谢谢郭老先生 来 冥香 欢迎 大妹 去给客人准备茶水 好 是 吃 芯妮 对不起 是我收了打翻的 不是你是谁 是我打翻的 我故意打翻的 就在闹什么呀 来 把你养足精神了 是不是 我不嫁 女嫁人副作主 这事由不得你 我不愿去给别人当小老婆 别说得那么难听 什么叫难听啊 我就不去 要嫁你嫁 就胡说八道 我一个老头子就是要嫁 也得有人要 你嫁我 你就这么恨我吗 你真的忍心把亲生女儿 送去给别人当三一太 三一太 听着难听过得实惠 你是我最小一个闺女 我知道 什么样的生活对你最好 让我嫁人也可以 不过这个人我绝对不嫁 那你要嫁谁 我想嫁给林家的五哥 就是上海医院的那个大夫 林家五哥 就是在上海医院 挣工资养活自己的小医生啊 他不配 为什么不配 你想想 林家的组业还留下什么 铺子没有一间 买卖没有一处 就是祖上传下来的那点荒地 也让林家老大一块一块全给卖光了 什么上海医院的医生 他能养活自己就算不错了 爸 大人说话 手擦嘴 事情就这么定了 争也无用 爸 您真害我 什么呀 您真害我 三妹 有什么话好好地跟爸说 我这辈子 就让你这个婆家给毁了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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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妹啊 整个新门阵都知道 在咱们国家 你是我最心疼的一个女儿 你把我 这也就是最后一次管你了 以后想让我管 我看我也管不上 现在苦 等嫁过去就 就知道好了 怎么呀 三天以后 迎亲的队伍来了 你就给我乖乖地上轿 听见没有 乖乖地上轿 然后走人 走人 爹 爹 嗯 道路 寒烤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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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爸 三妹跑了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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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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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怎么那么倔呀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回上海了 行 我不管了 我都是为了谁呀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好 倒头嘞 我倒落了一身不是 好 我不管了 她大嫂 这儿呢 她大嫂 宋老娘 我看这提亲的事是不成了 麻烦你白跑一趟了 是不成了 郭家出事了 是郭老板的中风病犯了 是郭家三妹死了 三 三妹死了 昨天夜里 三妹贸易从家跑出来了 郭家人就出去找 等郭家人找到的时候 三妹已经在河边的一棵树上吊死了 老闆 似乎我 个人 永年 我早就在那里 中严月 在山泊 И在山泊 严月 来 来 小亳 五哥 那你还想娶我吗 那你跟我来 妈 请原谅我不辞而别 我决定彻底偷生革命 这是一个黑暗的封建旧社会 我们一定要把它砸烂 妈 相信您会理解我的 妈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等红旗飘扬在全国各个角落的时候 儿子再回来好好孝敬您 爸 事情都办好了 风向怎么样 西南 顺风顺水 对 坟上 插黄翻棋了吗 插了 风一吹还挺好看的 怎么呀 我来陪你来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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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错吧 你要参居 对啊 我们两个一块参居 不行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你不是说想跟我在一块吗 是 我是想跟你在一块 但这跟参居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想啊 如果我们参了居 我就可以离开西门镇 离开我那个封建家庭 这样我们两个 就可以在一块了 三妹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 怪我 没和你一块参居 你知道吗 就在你爹 中风的那天晚上 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 我们一起去上海 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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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妹二妹 你们吃饭啊 虽说我们国家连走不行 可这饭总得吃吧 您怎么不吃啊 我吃不下 和点米汤都胀肚 看来我是得了格式症了 反正你走的日子也不远了 妈 您这几天怎么总说这些话 说不说的还不是那么回事 这病是祖传的 每代都有一个人得上 我妈就是得这个病走的 我妈的妈也是得这病走的 我第一次食而无味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回门到我了 好不掉的 妈 您别这么说 再说 就算咱们镇上治不了 那大城市里有好多洋医院 总会有办法的 二妹啊 你别好气安慰妈妈 妈没事 生死对我这个老太婆来说 已经很从容了 我不会去洋医院开堂抛肚 换肝换肺的和命过不去 这阳王爷啊 他要三更点你的名 你都挨不落天那样去 那您好歹也吃点 您看看你这些天 都瘦好多 鬼上身了 对了 我得抓紧时间啊 聊起两种新事 有什么事您就吩咐我们去做吧 昨天我到街上问过刘先生了 他说咱们国家出了这么多的事 是因为咱们国家的祖坟 还那不是地方 看来我们得花钱请人 把祖坟挪到那个 那个风水好的地方去 花钱的事我办 挣钱的事还是找二妹吧 那大妹你就看着办吧 回头啊 请柳先生点个穴 钱多钱少的不必太计较 要不然祖宗啊会不高兴的 知道了吗 这第二件事啊 就是明轩的事 明轩 说你别光顾着吃喝 妈 我说不边吃边听着吗 最近我们国家邪气太重 得赶紧取门亲冲冲冲冲冲 我已经给老楼家低了头 他们也原谅了你爸的脾气 同意你和小翠啊早点完婚 明轩呢 妈 国家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早生儿子早选国家相互 我可不像三妹那么较劲 妈 只要你高兴 娶谁都行 什么 这还相聚人祸 这国家人要多想你这么听话 就不会有那么多事了 那 那我什么事都依着您了 你也依我件事呗 你说 这 这孝琪多久算完啊 我还能不能喝点酒了 你看 我这一顿不喝酒 我身子就发软 我脚底下没根 你看 我这手还抖 妈 你要是再不让我喝点 咱家下一个走的就该是我了 混蛋 扎嘴 你啊 你满脑子惦记的都是酒 就跟那个狗眼睛只会定分 那 那我不也是为咱家着想吗 好了 行了 你要是再忍不住 就回屋逼着人自己喝点 啊 全等你喝谣了 哎 谢谢妈 郭家的祖坟 就宜在这儿吧 这 这半山腰上 您看看这个山的气势 前珠门候选舞 复阴尔抱羊 取则有情啊 好地方 行 照你说的办 挖吧 南北巷 宽三尺 长六尺 挖吧 等等 东西巷 南北巷 东西巷 你懂啊我懂 没你祖宗我祖宗 这横卧在半山上不合适吧 得顺山而卧 头冲上脚冲下 这样睡得才舒服 东西巷 那好 听您的 好来来挖吧挖吧 来来挖吧挖吧 怎么样 拿着吧 银子不扎手 好 谢谢 谢谢 妈 咱找个地歇一歇吧 妈没事 了却一张事一桩 这人呢 活着真没意思 伺候完了老子伺候小的 等把祖宗安顿好了 等明轩的婚事办了 把郭家的邪气给冲走了 妈就踏实等死了 妈 你看看大哥那样子 根本就不像要结婚的 成天晃晃当当 就知道可救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把该办的事办了 至于办得好一块呀 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妈 您最近说话 越来越像爸了 这国家出了这么大一摊子烂事 那就是一个哑巴 也能逼得和你爸呀 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二拜高堂 最后一拜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快来 你 你叫什么来着 阿翠 阿翠 你 你自己把盖子 揭露 我 我要是帮护上你 我 就你 嗯 找得 还不难看 我还打算娶一位 老 老猪回来 人家还是村里一枝花呢 啊 啊 花 花 小翠 你 把我扶起来 好不好 我 你自己不会起来啊 我 起不 起不软 我 腿都找不着了 是吧 来 嗯 嗯 嗯 再用镜 嗯 嗯 嗯 大嫂 问你个事 什么事啊 我妈当年是得什么病走的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我想知道 你过来 五哥有事要问你 五哥问你 咱妈当时是得什么病死的 你 你不是也知道吗 你们凌家的事我哪敢乱说呀 咱妈的病很简单 生你的时候歇止不住 后来 后来就死了 多长时间 你满院以后吧 大猪血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这个我们就不懂了 反正听说流血了 在家接伤的 对啊 这西目镇上哪家不是这样 典型的产后严重感染 可能是用具不卫生引起的 我们要是懂医的话 当年你病的时候 就不可能把你扔到后街上 不管 让人 你是嫌我身体好了不是 我是在和五哥讲这个道理 让五哥接地气也不能全怪你 事后我也后悔了好多年 那不是怪我们傻吗 既然傻咱们就认 是 这不是因为古镇上没诊所吗 要是有诊所啊 你妈也不会死 这镇上啊 一直就缺医少药 那家有个三长两短 那就全靠老天爷的脸色了 我 五哥 干脆你在咱西门镇上开个洋诊所吧 我 是啊 大上海的洋医生 要不是你回来啊 咱西门镇上的人连见都没见过呢 对啊 五哥 在镇上开诊所这件事情 你真应该好好想一想啊 你大嫂出的主意不歪 我什么时候出过歪主意啊 你好 去上海的船票 最近的有哪个时候了 十天后 行 我定一张 别 不用付钱 票我给你留着 船开不开不一定 那 你这不是定期的班轮吗 上海那边不是打起来了吗 我知道 我看保纸看了 那你还去啊 那上海总不能是一座空城吧 总得有人吧 现在去上海的船票 降价地没人要 从上海出来的 涨了五倍 那这样吧 要是船票有了 你给我留着 然后一出发我就走好吗 您放心 再票出来你没人要 谢谢啊 孟茜 三妹 二妹 我 五哥 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三妹 家里还好吗 听说明轩成亲了 是啊 最近我们家出了这么多事 我妈身体也不好了 还好我大哥成亲了 也能让他老人家安心点 你妈生病了 对了 五哥 你不是医生吗 你帮我妈瞧瞧吧 她病了快一个多月了 医生也看了 药也吃了 就是不见好 好 带我看看 这儿痛吗 来 兄们 怕凉 精神不好 总想睡觉 吃完东西会觉得肚子 有胀痛的感觉 对吗 吃得一点不错 喝过凉水 都长肚 行 我家里还些国外的药 一会儿给你拿过来 我呢先给你开一个方子 谢谢啊 对了 对了 醇香三克 这味药要最后发 一定要记住了 好 五哥 你是不是要是回上海啊 你怎么知道 猜的 是 上海的杨医生都像你这样吗 我什么样 文雅 安情 不太说话 可是挺让人幸福的 你太夸奖我了 上海医生什么样子都有 五哥没来吗 五哥没来 他回去了 那他还来给妈看病吗 妈的病要是治好了 他当然就不用来了 五哥说要温开水 这是温开水 五哥的话我信 他的话呀 听着就让人踏实 这是五哥给你开的药 你吃两片吧 这杨杨就这么点呀 那都省事了 每天饭前吃两片 一天吃三次 知道了 这五哥一看就是大好人 一点都不像在西门镇的男人 看得就那么粗粗 早知道五哥是这么好的人 我就是拼了老命 要让你爸同意五哥娶了三妹 那五哥要是娶了三妹 那一样 咱过家就不会有那么多事了 妈 您先休息会儿 我去前面铺子做点活儿 来 您躺一下吧 你来 你来 妈没事了 没事了 吃了药就睡了 二妹 你陪五哥去买药 你们都说什么了 就是说药的事 没提分卖 没有 那五哥说什么了 她是妹妹说 他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我看五哥 挺可怜的 你心疼他了 你是不是心里对五哥 你说什么呢 那怎么了 本来爹就是把你许给五哥的 你胡说什么呀 我没胡说 苏阿娘来提亲的时候 爹说的 苏阿娘是替五哥给三妹提亲的 可爹那会儿是要把你许给五哥的呀 五哥他人真不错 要不是咱家从小把我跟福棍订了亲 兴许爹会考虑把我许给他呢 五哥 今天见着二妹了 今天给郭太太配药 她陪我一块儿去的 这二妹自从接管了国家布店以后啊 她的手艺在咱西门镇上算是小有名气了 尤其是和那些太太们的心意 能有这么神啊 可不是嘛 昨天上了街 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都在说 二妹做的旗袍是胖人穿了不嫌胖 瘦人穿了不嫌瘦 五哥 五哥 你觉得二妹怎么样啊 人挺好 大妹人也很有较量 待人很和善 你看上大妹了 大嫂 能不能不说啊 不是 这 这 热火 五哥 你怎么来了 没事 出来转转 最近有去上海的船吗 我们明天到石榴铺去 这么巧 那能带上我吗 应该没问题吧 还是你回来的时候都转老大 给他点钱应该没问题 太好了 顺利的话 十多天就回来了 到了上海以后 要注意安全 少上街啊 放心吧 上海的路我都熟 这么晚了 谁啊 我去看看 来看看 还有什么要带的吗 反正没几天就回来了 还得往回带 尽量少带吧 是二妹啊 林佳大哥 快快快 进来吧 进来 不了不了 我怕五哥回上海 所以赶着给他做了件衣裳 好 好 五哥 五哥 二妹 五哥 你给我妈看病分文不取 我妈让我给你做脚衣裳 太可敬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二妹啊 快进来坐吧 不了大嫂 我回去了 我上了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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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工 这针脚 大哥大嫂 我明天一早动身 我先睡了 来 二妹这手艺啊 在咱青门镇 找不到第二个 谁要取了 二妹 谁是好福气了 便报 你们医院的人一个都找不到了 可能都跑了吧 我要买些医疗器械 还些药品 想回西门镇开个自己的西医诊所 西医诊所 太好了 西门镇的人还没见过阳诊所呢 我们去药房买点东西 好